美食地图 欢迎这一期的美食地图 我前阵子跟一个朋友去台北有家餐厅叫都医处 都医处当然有很多东西很好吃 老布希总统去吃过 各位朋友你知道国务机院馆那家都医处 我曾经在节目上介绍过 但是我不是要介绍他 他里面有一道菜 他就把饼这个饼是芝麻酱的 然后跟面粉下去弄一弄 那做了以后中间割一刀 把牛肉包进去 大家知道这个很好吃吧 包进去之外他还有 他那个牛肉 他旁边再给你一叠 一小叠 就是牛肉丼 所以你一起包进去的话 那个饼是热热的就刚好化解掉 各位我讲这个不是叫你说 你要去吃点这个 不是 我告诉你台北 大台北其实有好几家 卖饼的是非常好吃的 那我在电台主持那里 有一家叫老鱼记 南昌路 鱼是适宜的 这个天气很适宜很适合 老鱼记日记得去 各位朋友上网找一下 它的饼 它里面是包葱花 所以葱花饼其实蛮好吃的 尤其刚出炉了 那饼也不贵 你可以买零扇的 因为它也没有 它并不是在卖喜饼或什么 不是那种饼 我讲就是 纯粹的 吃的饼 那我过去 也常去信维市场那里 这个老板娘 人很不错 我每次去他都对我特别 那些那个 他说 我先你这个 我们这个是刚出炉后怎么样 他叫陈继 耳东城 上面写是陈继蟹壳王 大家也知道蟹壳王 在台北 有些人是蛮喜欢吃的 但他当然不只卖这个 蟹壳王是他里面最有名的 那当然你要讲蟹壳王 绝对不能不提到 我过去服务的中国时报 万大陆跟西藏陆的教会国 就叫万大蟹壳王 这家你也可以 尝试看看 那在中国时报附近 有个蓝鸡场 大家都知道 我也常见到蓝鸡场的 某一些美食 蓝鸡场有一摊 它是没有名字的 可是它每天都大排长龙 我去从来没有看过 没有人在大排长龙的 那你只要写蓝鸡场 烧饼 你只要写烧饼 Google也要收信 那大家想说 哇 小统你讲这都是要排队的 没有错 因为中华路二段315项 这边就属于蓝鸡场的范围 它就在那边 它在第五弄里面 所以 有时候 你碰到这种 你非把它寄下来不可 因为很便宜 然后几个饼 华西街有一家叫面香 面包的面 固香的香 它是安非淮然的牛肉汤 它上面写 可是它的饼是非常好吃 各位朋友 华西街 除了卖蛇肉 里面好吃的东西很多 大家也知道 对不对 那没关系 光华西街的美食 我介绍 不一样的十几家都有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讲 我们 有好吃的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有一家叫和季 两岸要和平 日季的季 它在和平 东路的三段 大家知道和平 东路三段 那里就 捷印的灵光站 对不对 它在463项 那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开一看 其实有时候 因为它这种饼好吃 不一定是在饼店 比如说 我以前介绍 富黄豆浆 富黄豆浆最好吃 是它的饼 它的饼厚 包油条 大家喜欢吃 那为什么我对这个饼 那么有心情 我们今晚有一种饼 叫敏兰烧饼 敏式烧饼 敏式烧饼 我们只有两种 一种甜的 长方形 一种盐的 里面包一些葱花 包一些肉末 哇 大家好吃的不得了 所以你到金门 你要跟人家讲 你们这边有卖烧饼的 那好吃的只有三四家 所以 这种饼吃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上次 经过我们 那个 电台那边出来 那出来 大家知道金山南路 跟金华街 那交口 那里有一家叫阿唐 唐朝的唐 阿唐 这家也开了快二十年了 我过去也常吃 那最近年有金购 常常比较忙 离他不远了 就是我曾经介绍 卖正江 正大跟淡江 有一家 我不是介绍过他们 湯也蛮好吃的吗 那他的另外一边 另外一个方向 也是在他附近 我也介绍过他一家 是在卖馒头的 不一样馒头 台北很特殊 非常特殊的 不一样馒头 所以阿唐就在他们这两家中间 还要再介绍一家 这家叫 永和 上海 谢可皇 他在新北市的竹林路 这家我是吃过不敢讲百次 至少七八十次 因为我以前住永和 我每天就去吃 那竹林路 比较靠以前竹林路中信那里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骑摩托经过 我就买两三个 然后到台北去上班 那我的朋友唐湘龙最喜欢介绍一家 在那个松山叫饼王 这个饼还 卖饼还自称王 但他不是纯粹卖饼 他里面有牛肉饼有什么 那他的饼 有煎饼 葱油或什么 他就觉得说他很强 这家我当然吃过 我就顺便 帮唐湘龙介绍 因为唐湘龙到处讲 我有一次碰到唐湘龙 他要去辉碟 他拿了一盒名片 到处发给人家 这家好吃 他把人家店的名片拿来 再散发 各位朋友你去吃一吃 看 唐湘龙号称他嘴巴最刁 到底他介绍的好不好吃 因为他的品味跟我有时候不太一样 口感也不太一样 但是饼王的确是不错的 那有时候有好的东西 就在这里跟大家多多的介绍 那吃饼 当然是一个愉快的事情 随时都可以吃 今天就谢谢您收看了 谢谢 感恩 感恩 店